独角兽概念火热升级 新商业时代如何较量 新资本 上市是最终归宿吗 新疆域 做大而全还是小而美 新赛道 谁能弯道超车BAT 借开独角兽的神秘面纱 头脑风暴新商战系列 重磅登场 小米格力 五年十亿赌约即将到期 独角兽能否打败大恐龙 新巨头崛起 新赛道 展露头角 小程旬能否爆发大威力 头脑风暴 独角兽新商战系列 谁能超越BAT 马上多主 大家好 欢迎来到重当恒报 我是主持人洛新 我们这个节目呢 做新张善独角兽这个系列 到今天已经是最后一期了 那么独角兽这个系列 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一期 我们要聚焦小米 因为作为一个互联网独角兽企业 2018年小米的上市 堪称为全球最大的上市的案例 所以小米会不会上市以后 慢慢规模会超过BAT 或者超过加上京东的BATJ 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不过这让我们想起来 2013年的年底 小米的雷军和格力的董明珠 在央视一次经济人物的颁奖盛典上 两人打了一堵 有多少人还记得 五年前小米创始人雷军与格力电器董事长 董明珠那场十亿豪赌 2013年底 雷军与董明珠同获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请全国人民作证 五年之内 如果我们的营业额击败格力的话 董明珠董总输我一块钱就行了 你 我告诉你说啊 你这一块钱啊 不要在这说 第一我告诉你 不可能 第二要赌不是一个亿 没关系 我给你赌十个亿 那一年 格力集团营收为1200亿 而小米仅仅为316亿 因此很多人都认为 那是雷军的一种炒作手段 毕竟那一年小米只是一家创业仅三年的公司 而格力早已是空调行业之首 小米挑战格力无异于以卵击石 然而 小米在2018年5月3日 正式向港交所提交招股书宣布上市 公司数据显示 2007年 格力和小米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482.26亿元和1146.25亿元 目前来看 格力暂时领先 但值得注意的是 2015年到2017年 小米营业收入的复合增长率为 30.98% 超过了格力的23.14% 无论炒作也好 营销也罢 十亿赌局已经进入冲刺阶段 究竟谁能胜出 风暴马上开始 今天在现场我们大概是有史以来请来最多的投资人 因为我们有六位嘉宾都代表着投资界 IDG投了小米 小米的整个的这个决策 我是参与的 张苏洋 火山石投资合伙人 原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 我们这个机构呢 我们的核心是培养独角色 跟这个主题是一样 对 培养行业里的第一 培养这个后来者居上 扎丽 起点创业投资基金创始合伙人 不要讲哪个最成功 最成功的永远是下一个 少南 桌朴投资创始合伙人 我投的第一家公司呢 实际上就托我自己 就是95年跟马云一起创办那个中国行业 当时我们自己托 那个算是我们自己托第一家企业 何一斌 杭州联联会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我们做的典型的是风投 最大一笔投资1.5亿吧 平凡 朗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80后 其实我以前的背景也都是在您刚才说的BAT的公司工作 相对来说 我觉得我可能有优势的地方就是偏年轻人 李浩君 气缘资本投资副总裁 在六位投资人当中 既有老牌的资深投资人 又有年轻的80后投资人 那么对于小米和格力的实意豪赌 他们的看法会一致吗 来 先过同先吧 你们听完先念过来 这是你们表达态度的时候 你看小米 谁是小米 这是一个群狼和独虎的一个关系 任何一个老牌人系 包括小米 他也会变成一个老牌人系 一定有后来时变成他们 我也不同意杂志所说的 因为什么呢 能把一个空调做到这种长度 而且1400多亿 你小米再综合 你到现在为止还没脸上 没脸上 对不对 但是这个平凡种 我也有点不太同意你的观点 同时本期节目中 我们还邀请了两位互联网企业后起之秀 车教授创始人CEO薛震 周末做啥走起APP创始人陈小怪 我们车教授的定位呢 是提供汽车导舵类的服务 我们做的主要业务呢 其实的初衷是提供年轻人约会的一个决策 面对投资人团队的强大攻势 两位年轻的创业者能否招架得住呢 头脑风暴 新巨头 谁能超越BAT 节目马上开始 来 先共同先把你们提摆先亮出来 这是你们表达态度的时候了 来 包括前面两位 好 我们来一一看一下 有一票是齐全了 你是今年还是格力 但你认为明年是小米 对 未来还是小米 对 再来看我们两位创业者 好 我们的薛林先生投的是小米 这个陈小怪是很怪的 他投的是格力 好 那这样 我们先听听两位创业者 你们怎么去解释 五年前的话 整个小米的那个 和格力的差距 其实还是很大的 如果按照现在 就是参照他们2017年的 这个符合增长率的话 其实小米在五年的时间里面 也是很难够缩短 这样子的一个差距的 所以说整个小米增长的一个势能 应该还在 你认为如果今年小米在港交所 成功上市以后 所以它资金盘增更大 它的符合增长率会发生改变 对 来 看看我们的陈小怪先生 为什么挑格力呢 因为其实大学是学商科的 然后学了两年的 就是初等的会计跟财务 我算了一下 我觉得如果是按照前两年 这么30%和23来算的话 今年应该还是会差一点 而且我觉得我比较主观 我喜欢董明珠这样的企业家 所以我从内心的情感来说 比较支持格力 你看小米谁是小米 这是一个群狼和毒虎的一个关系 小米是一个矩阵组成的一个小米 如果它成功上市了以后 它可以通过一种外延式的增长 不一定是内生的增长 达到这个毒区 它要想做这件事并不难 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雷军除了做小米 他还是个投资人 对不对 他用这种投资的方式 因为他这个企业也是被投出来 所以我经常在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像雷军这样的 像马云这样的 像BAT他们的成长 比如说毒教授企业 很多是他们投的 因为他们的企业本身就是被投出来 所以他们非常知道 怎么样用投资的方式 来构建自己的生态 而那些传统的企业家 其实是缺少这个维度的 他们很难去理解说 实际上是可以用投资的方式 所以他们都是通过这种线性的增长 对吧 制造性企业往往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没得比 我觉得 我也是个特别主观的人 所以没有会计背景 很难算出今年明年的事情 但是我非常相信一句话 就是战争在没有打响之前 胜败就绝对了 格林是一个老牌的公司 任何一个老牌公司 包括小米 它也会变成一个老牌公司 一定有后来者颠覆他们 所以在格林和小米的对异当中 一个是老牌的 一个是新来的 新来的一定战胜老牌 将来小米也会走到这一步 还会有新来 新来不知道是谁 我就特别喜欢找到这种人 来颠覆老牌的 所以我相信 我也很主观 相信一定是新的战胜老牌 因为今年他拿到了很多的资本以后 他极有可能会做一些比较有趣的事 而且他明年做的事 不是今年拿钱以后 而是他这几年一直来的布局 这一点我同意少男的观点 就是他是个群狼概念 但是你要知道 在上市公司 也有一个不确定性在那 很多上市公司一上完市以后 他增长率就下来了 对 那这也是有的 而且小米这一次的增长率 还得益于对手送分 比如说原来乐视还是有很大份额的 乐视手机 对吧 这个市场送给他 还有一个战略 就是华为这几年 其实更多在高端机上发力 特别去年我在访问华为 他们自己也说 低端机上 我们等于说把这市场让给了别人 但是好在 就是说 我认为雷军在布局的时候 还是着眼于未来布局的一个生态 那么这有可能就是他未来的优势 另外我也不同意杂总所说的 因为什么呢 本身我们对格力来讲 还是非常尊敬了 因为我们讲一下 大国的这种工匠精神 能把一个空调做到这种程度 而且1400多亿 你小米再综合 你到现在为止还没脸上 没错 对不对 咱们说 至少在目前的白子家电里 还有一点 跟美帝是二龙系诸的 小米绝不是格力的颠覆者 这我想说另外一件事情 他俩是不同的一件事情 作为一个雷军当年讲这句话 和董明珠当年的这个心态 是什么不知道 但是我至少呢 可能董明珠不够开放 心态上不够开放 雷军呢 就是说抽成牛途不怕虎 我就说了 说了也就说了 对吧 反正我是挑战者嘛 挑战老大失败 你老大去当老大嘛 我是失败者无所谓嘛 所以说这句话 其实是这个接盘者 是有很大压力的 挑战者是没有压力的 但是那个平凡总啊 我也有点不太同意你的观点 咱们硬是要算空调 手机 那这两条公司 不要放在一起说了 对吧 本来是不应该 但是问题是雷军讲了吧 对不对 但是其实雷军跟董明珠讲了吧 不光是雷军讲了 董总也来反击 追他们两个队上 对吧 他们有契约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现在看 格力是没有什么想象力了 就这么走了 冲调空调再做 再工匠 工匠一千年工匠 对吧 这基本是他的套路了 但是小米还有巨大的变数 上市是一个变数 上市前还有变数 冲股票还有变数 比如说 比如说现在按照目前的数据 目前自然增长速度 我们现在还讲销售额 到今天年底的销售额 我如果明天上市前 再收购一家公司 我秉上了 很容易超过来 再秉个一千亿 你现在在报会的时候 然后你明天再收购一家公司 这个从上市的规则上来讲 扎总啊 这个我们讲就到今天年底 是不是可行 扎总 你自己说是不是可行 我们两个背景不一样 你是会计背景 你是会计 你所有东西都按住调缓的 我的思想 基因 策略 其实你们说 两家公司 一个做空调 一个做手机 我觉得你们片面理解了小米 我告诉你们 我前两天我们家里 刚买了一台小米牌的电风扇 你很难说 以后小米不会去做空调 而且它的空调 可能跟它的其他的家庭 我就说这个场景 很多东西是关联的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维度上 除非格力也变化 如果不变化 还是原来这种套 那小米对格力 我认为就是降维打击 基本上没有选择 其实从这点上 我特别同意何总的说法 就是我其实特别想做个小调研 就是大家家里到底有几件格力的电器 或者有几件小米的产品 我有一通调是格力 我剩下的大概 我两个都有 你俩都有 但是我小米都 我的出电宝 我女儿用的手机 我的音箱 我的电风扇 确实是小米 其实我算了一下 我家里可能差不多 7788有十几件小米的产品 包括像空气净化器 然后像扫地机器人 净水器 其实加起来可能有很多 就它构建的 其实是一个生态 这个生态 其实就是像刚才何总说的 其实它是做的是你的 占领的是你的家的这个场景 但其实到今天 所谓的智能家具 谁做出来了 其实只有小米自己 把这个体验做的是最好 就今天如果你想 让格力和美帝的空调 比如说格力的微波炉 和美帝的空调进行通信 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它的意义 是大过我现在的市值 这个李总 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说 你最年轻 我觉得你还是趋于保守 他还保守 对啊 我不觉得小米做了空调 做了手机 做了电风扇 它就打造了生态环境 小米公司的基因是什么 70后的工程师 所有东西我能做一遍 我做的比你更便宜 是这么个观点 你可以想象 你家人家里就住在小米的旗舰店里吗 你会住吗 肯定不会的 未来一定是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用户 不同的定位 决定这个生态环境 不会有一家公司说 我做了所有产品 我就有生态环境 不是的 我觉得小米的基因也是展示的 未来我们看谁来做平台 它是一定把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需求 很好地组合在一起 这才叫生态 小米只是自作自化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但他这个自作自化 做自己的事情 比董总做得更好 董总就是一个空调 因为其实投资人 也这种心态 就比如说小米 今年如果正在港交所 真上市成功了 这个投资人 可能这个战略跟打法 也会发生一些改变 有些人就可能就撤了 也许有很多这个股票 现在被高估的 可能就被低估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 今年港交所 现在对港股上市 这个企业的情况怎么样 2018年可以说是 独角兽的元年 不仅大量的独角兽企业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 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还因为在这一年 将由更多独角兽企业 宣告上市 给众多的投资者 带来狂欢 然而近日 港股市场一批 独角兽股票遭遇破发 数据显示 在今年上市的 83支港股新股中 已有逾50支股价 处于破发状态 其中逾14支 破发幅度超过35% 有分析指出 港股市场部分 独角兽公司破发 不是偶然事件 企业盈利状况 无法支撑市场过高估值 是最主要的原因 叠加外部投资环境 不确定性增加 以及资金面收紧 投资风格转换 造成港股独角兽股价下行 6月18日 小米官方微博称 决定分布实施 在中国香港市场 和境内市场的上市计划 即先在中国香港市场上市之后 再次机通过发行CDR 中国存托凭证的方式 在境内市场展示 那么作为投资人 究竟该怎样理性对待 独角兽企业 风暴仍在继续 好 这片子给我们换一种视角来看 今年港股的情况 很多独角兽企业开始就破发 咱们看待这个问题 诸位 我本人比较反感独角兽这个词 你本人比较反感独角兽企业 我也同意 你又变成一股了 不是 我们这个三个老同志的话 也不是真理 我比较反感独角兽 这个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看到的 我们追求的是个过程 我们得到的是个结果 现在有点本末倒置 大家想一想这个东西 这个本来这个圈子 这个就很浮躁了 大家都 所有人都奔着 这个东西来了以后 那我想问一句 就是说这个不单是给资本市场 和给大家带来一些虚无 缥缈的概念 更重要的是给创业者 实实在在的创业者 第一个从这个情感上带来伤害 第二个的话 也让更多的人 不再踏踏实实地去做事情 这个我觉得不能用一个结果 去推断一个过程 要做投资的话 我觉得要投有附加值的企业 就是它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国家 对我们的经济有附加值的 这个才是我们 作为投资人的一种受费责任 我觉得这是该干的事情 应该得邵总呼呼着 我觉得这个 不管是不是同意它的意见 但我觉得这番话 其实在哲学意义上的时候 在社会上的时候 对这个社会是有积极作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担当 我觉得投资人应该也有自己的担当 就是不要去追求那种短期的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谈到具体问题 说到这破发的问题 这个比较简单 这反映的 这个是一个供给和需求的关系 就这么简单 太多了 还有一个就是本身市场上来说的话 就是说资金也确实紧 确实紧 然后大家在选择的过程中 势必的话就会挑选更严格 我觉得这是好事 我觉得总体来说是好事 这个我蛮同意邵总的这个说法的 其实我们更愿意看的是准独角色 其实往往他们是更有机会 更有机会 从投资角度 所以今天我们有必要在这个节目当中 给这个独角兽这种太热的热潮 泼点冷水 两年前我成立一个公司 叫独角兽重创空间 你就是推波助澜者 两年前 但是两年前 我说独角兽的时候 人家说什么事呢 那个时候我没有追任何的潮流 对吧 那我觉得说实话 独角兽本身这个概念 没有什么对与错 对吧 公道自在人心 对吧 那你说这个东西 你非得要把它当作这种热的炒作 那也没办法 那任何一个词都会被热的炒作 难道现在区块链不在热的炒作吗 也在热的炒作 你能说区块链错 区块链没啥做 对不对 所以最主要还是人的欲望的问题 那么最终我觉得我们投的东西 有同一邵总的观点 就是说我们要投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 你管他是不是独角兽呢 对吧 是也可以 你说我这有一个市场标准 大家有个通用的标准 咱就说 不是 不是独角兽不代表你没价值没意义 对不对 我们还有一个公司 对吧 我们投了六年以后 他才商业化 那真的是叫又孤独又漫长 对吧 但是六年商业化以后 也不是所有人认为你都是可以的 它是一个底层技术很慢 对吧 所以只要你内心里头有这个坚持 对价值的坚持就可以了 是啥 因为根据在美国的数据的话 真正达到独角兽以后 它的成功率也就17% 就这么一个情况 也不是说就是当年融资达到这么一个 后来就一直后来就成功下去的 也不是占着绝大的一个数 那么所以呢就是说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 不要过多的来对独角兽 做一种任何的一种保益啊 或者是贬义的东西 因为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自然的一个 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就行了 小米和格力的十亿豪赌 结局究竟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对于创业者来说 超越BAT并不是一句口号 在下一段节目中 我们就将现场模拟 六位投资人手中各有400万的虚拟现金 两位创业者能从他们手中拿到投资吗 咱们有六位投资界 这个叫自身投资人在那儿 希望你们两个人 给你们每个人几分钟时间 可以做一个现场的路线 然后呢我们请各位的 我们投资人也做一个 是吧你们还是做选择 头脑风暴 新巨头 谁能超越BAT正在播出 稍后更精彩 刚刚才说到企业 但是两个企业确实是初创公司 他们也想请各位 我们的投资人来评判一下 这样两大公司 你们愿意不愿意投 这样为了保证公平起见呢 我们请两位 我们的企业的创始人 咱们每人在这儿 我分析你们现在也需要钱 对吧 需要钱吧 需要 你也需要钱吧 这还算是比较正常 咱们有六位投资界 资深投资人在这儿 希望你们两个人 给你们每个人几分钟时间 可以做一个现场的路演 然后呢我们请各位的 我们投资人也做一个评判 投100万 200万 300万 400万 你们来做选择 我们有一个大王小王 分别代表着我们最后 由他们两个人 来选择投资人的时候 来做选择 三分钟吧 我建议三分钟吧 三分钟 对 好 我们就三分钟 好吧 首先呢我们先用一句话 来了解一下车教授 就是车教授是在 在2016年的8月份成立的 然后我们整个的定位是 提供汽车导购的服务 但是我们起步呢 是从汽车自媒体起步的 设定了一个车教授的 进化的一个三段论 就是分别叫做媒体 产品与交易 实际上针对汽车的 零售的创业 已经有了两波 很大的这个浪潮 但是实际上这两个 依然没有提升整个汽车 它流通或者说是 零售的这样子的一个效率 之所以会这样 我认为是因为汽车的 转化流程是很长的 通常来讲四个月 而在这个转化的流程当中呢 是有很多的这个需求点 带解决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媒体 与产品正在做的事情 而这两个环节打通之后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最终实现 整车的一个成交 我们小程序是在 今年的一月份开始启动的 我们是针对消费者的 购车过程中的 每一个需求点 推出一篮子的小程序 目前我们累计的 独立访问用户是21万 每天的活跃的用户是4400 然后老用户留存呢 是大概17.3% 好 谢谢大家 你前提我大概搞明白 你基于小程序 在开发你的这套东西 是吧 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请 我们的陈小冠先生 带来他的这个走起APP 来 有请 好 三分钟 然后介绍一下陈小冠 那其实在14年的时候 微信公众号刚起来布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微信公众号 叫周末做啥 其实那个公众号最初的目的呢 是要解决广大男生 不知道去哪 又便宜又有趣的 去满足女生各种各样的优惠需求 提供上海的本地资讯 那然后呢 逐渐逐渐当我的公众号 做到100万粉丝之后呢 我就发现 就是光提供资讯是不够的 所以我当时就开发了一款APP 叫走起 我把整个的所有的同城的艺术 演出展览票物 所有女生爱去的 男生爱去的 好玩的餐厅都放到上面 那最后我又发现了很多女生 男生 大家现在知道都活在朋友圈里 活在各种社区里 那我就把所有你去玩的 好看的美丽的照片 特别是女生有很大的需求 要拍照 把它做成了一个社区 在走起上又开发了一块社区的板块 这块呢 是让大家用来分享的 然后我发现呢 社区的那些优质的用户的pose 用户生产的内容呢 其实是可以快速去推动交易的 然后到了17年呢 小程序起来之后呢 我会发现 其实从微信公众号的内容 调整到APP 其实是的交易并没有特别完善 但微信很厉害的程度呢 就是把这个小程序 把整个微信内部的一个交易壁环 做得很完整 所以我要把所有的内容 做成小程序的形式 通过微信的内容分发之后 完成交易 再完成一个社区晒单 那小程序的用户量也不错 那我分享几个 最后我现在公司的数据 我们是从15年开始成立创业 然后到现在公司员工是30个人 然后17年整个净利润是300万 然后到了今年 已经过了大半年了嘛 我觉得预测到今年正常 到年底的净利润 应该是800到1000万 然后我们APP 现在的日活是5万 然后微信加微博加APP的用户数 应该是超过了300万 好 好 谢谢谁要关键先生 还不玩得给四个儿勾勾展 还不错 你控制时间非常好 但其实你叫APP 其实你也开始做小程序 对 好 现在这个小程序 到每一次的风口浪尖 这样才有投资人会关注你 为什么要开发小程序 你为什么不做APP 它还有APP 但你却不做了 因为小程序 我其实关注的很早了 但是正式启动的是在 今年的年初 才开始正式启动 成本很低 对 开发APP要低多了 我核心关注的其实是小程序的一个成本 并且在这个成本里面 我更关注的叫做使用户的使用成本 小程序的这个用户使用成本 是它和APP最大的一个差异 就是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APP你要使用的话 你需要去应用商店里面去搜索 然后去下载安装 并且去注册 而小程序的话很简单 扫一个二维码就搞定了 所以小程序有人说帮了很多这个初创企业 我经历了互联网最好融资的阶段 也是最疯狂大家野蛮生长的阶段 大量的资本出来 其实我发现到17年 我在看整个行业 就是这个行业不太会出现一个 我们能做出的一个独角兽 或者是说什么估值很大的 所以到整个17年开始呢 我定下心来 把人员团队梳理完之后 我告诉整个团队给我自己 就是我做这家公司 不一定要依靠投资人 但是我做这个事情是要有益 而且是能赚钱的 这样 我们就六位投资人 现在你们要做一下这判断 我们假设 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告诉诸位 这两家是否 因为天使轮都有 现在他们正在进入 我们假设他正在进入A轮 如果让大家来这个选择 愿意不愿意跟进这样的企业 你们可以做一下选择 比如说你们手里的筹码就400万 你愿意投多少钱 两家企业愿意投给谁 来 在诸位进行思考 我们向观众先选一会儿 愿意投这个薛振 是A 愿意投陈小怪的 投B C 我都不行 我都不选 来 假设观众你有钱的话 你投谁 请投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观众的状态是 车教授只有17% 但是陈小怪这个项目 有63%的支持力 但是两者都不选 也占到20% 这也许说明 在座的诸位观众 年纪还比较轻 这属于一下你说谈恋爱这个阶段 来 我们来看看 李豪剧先生 车教授 走起 你两家都要投 一个的话 车教授呢 其实我觉得 这个行业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因为其实汽车行业 不管怎么说 是一个极其体量 极大的行业 现在新车一年的销售量 差不多也是在2000万台 那也看到说 其实现在不管是从二手车 然后到4S店的销售模式 其实到今天为止 可能也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然后从这个内容端 你刚才也讲 其实也没有好的渠道 去找到大家需要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 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行业 然后从走起这边来说的话 找到了用户的一个需求点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从现在它的经营状况来说 做企业其实有利润 然后证明这个生意 其实是一个 确实是一门生意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里面我觉得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其实就是在我们看一个互联网公司的时候 其实比较关注的是 它的规模化的能力 所以规模化的能力就牵制到说 你在上海本地你的渗透率 以及出了上海以后你的复制能力 所以这方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其实如果从今天的起点看 到一个规模化的 所谓的交易平台的角度 可能这个还差的距离会有一点多 但是从现在的实现上来说 至少我觉得还是一个成熟的创业团队 这400万你打算怎么去分配 各100万 各100万 来我们再看看平凡先生 他头走起 400万 其实我刚才说 我想先问个问题 那你问 你怎么能力 媒体阶段靠广告 然后产品阶段靠销售线广告 这个是很成熟的模式 大家如果看汽车之家 还有驿车的话 也是这样子的模式 那我就比较坚定于我就只投一个了 因为是不投400万的 第一个呢 这个领域不是我熟悉的 这两个都不是我熟悉的领域 所以在不是我熟悉的领域里头呢 这个我不敢重仓 我们做投资不是单纯的一个因素来做决定的 从总体来讲 我是觉得这个轴起的延展性可能会更好 其实他俩有点类似 都是提供专专业咨询服务的 只不过呢 他从简单的咨询服务 延展到一个交易的这个场景 所以我觉得至少这个轴起是 已经有了一个验尽的闭环 至于怎么做大那是下一步的问题 因为他毕竟A轮嘛 所以我们觉得有资源可以帮助到他 来 我们听听这个张苏杨先生 两者都不选 我先讲崇小冠这里 你说我为别人服务的一个形态的话 这都没有问题 那么贾定要做到一个完全的一个规模化的 就跟当年那个 有几家做到那么大的一个可能性 现在是 因为现在基本上越来越少 因为我呢也是在前面的六年 我一直想看看 是不是有一个面对 因为现在每一年的人群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 比原来都变化的比较快 但是一直就是说在这个领域啊 就是这样 一直没找到 所以我现在是死心了 所以在这方面我是死心了 我不看了 就是这样 所以呢 我先把车小怪那个东西给pass掉了 那么第二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业务本身的话呢 假定你一定是要 因为当然小程序确实是可以 降低你获客的成本 但是实际上的话要考虑一个 不管你是用小程序也好 不用小程序也好 你的关键的一点是你自己的一个业务基础 这个业务基础要比你用小程序 还是不用小程序要重要的多 但是呢 就是做这方面的信息的提供的呢 有好多人已经在提供了 所以呢 我是两个 我说都不选 这样的情况 我这个小怪 投了小怪 为什么说小怪 我觉得人很关键 很重要 第一个呢 它是面向年轻人的消费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第二个呢 我觉得它是对场景 就是它服务的对象 或者都是这些吃喝玩乐的场景 而我认为呢 这个场景是未来的主战场 另外还有一个呢 从小程序的角度来讲 就小程序是最能够在这个领域发挥作用 所以我觉得小怪这个人呢 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清楚 虽然很年轻 但他思考问题还是非常的扎实 所以我要问一个问题 他刚才说的是利润 我不知道你的销售额是多少 去年一年的整年的销售额是3000万 OK 我觉得具备了一个创业者 甚至一个企业家的一个特质 我觉得这个人而且长得比较帅 可以 这个对颜值有时候也蛮重要 相由心生 这个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非常重要的呢 是我刚好能够帮到他 啊跟你这个 对 连连和网络是有关系的 上次因为我们做到新零售 新商业 对 我刚好能帮到他 所以为什么只投一百万呢 因为我这个一百万相当于四百万 为什么 哦对 你把资源 对 你把资源给他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是这么一个逻辑 谢谢 其实两者都不同 哦 两者都不同 我呢其实一开始呢是准备投的 你像我的两只小王放在前面 马上想出牌的 对 那个原因呢也是他们两家公司 两个名称都非常吸引我 一个叫教授 教授 第二个小怪 嗯 哇很吸引人 对 但听他们讲演以后呢 我就觉得他们的两家公司 从创业 靠谱 能赚 能生存 挺好的 挺好的 但是不值得我来投 我觉得 他们叫这个名字 可能是用了一个非常炫的名字 掩盖了一个非常平庸的商业模式 哦 如果有个创业士跟我讲 我现在有需求 我现在有产品 我把它一导流就能赚钱 我是不相信的 我不相信这种逻辑能够创造出独角授 比如说脸书 脸书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社交网络 等等等等 但它最初啊 它是干嘛的 最初啊 是选搬花 我觉得搬花这个事情 是不是能赚钱 不知道 选了搬花 选笑花 选了笑花以后 哇 就起来了 后来才有商业模式 所以我觉得 无论做媒体还是做社交网络 影响力非常重要 不要第一天想怎么赚钱 怎么赚钱 怎么赚钱 创业公司第一天一定是影响力 现在比如说车 车当然需要去哪个车 什么价格 什么根据我的价位 小程序发点东西 然后不痛不痒 然后去买车 我觉得不行了 你今天说到我这儿来 劳斯莱斯一块钱拿走 我就会有兴趣 所以我投的公司啊 一定是说很不靠谱的 我才有兴趣听 很靠谱公司 你自己好好做吧 谢谢 这看的时候出来了啊 到现在这一步 老牌投资人 至少有两个人都不投啊 新牌投资人三个人都投 现在就看 少走了 你是愿意站在他们这一边 还是愿意站在这一边 还是愿意站在这一边 这个 你害我 最后一个 我选的是 A A 头 崔教授 我讲一下我的逻辑啊 所以说 这个答案我很纠结啊 其实我最希望的是说 让他来干他的事 这是人靠谱的 你知道吗 这个事是靠谱的 这个我不是 这个 因为我跟你们俩都是 没有接触 都是遭遇站啊 对 其实 他比较淡定 比较成熟 他呢有点紧张 他们俩坐姿你看 他的脚在刚才在底下 是成十字交叉 向后靠的 表示他内心很紧张 他一直是这样平着放的 然后说话的语气和语调 各方面的表现非常好 所以从我们 从早期做早期 看人的角度上 我喜欢这个人 那么 从这事上来讲 我说 先讲他的事吧 就是为什么不投人家 这个领域的话 其实他是在众多的平台上去嫁接一个东西 然后切一个场景 简单的说 他做的事就这么一个事 那这个东西呢 这个是 这个行当里面 他刚才介绍很清楚 汽车这个领域的创业是分成两个阶段 他讲得非常清楚 那么他创业是刚刚创业 他依然杀到这个行业里面 并且我很看重 我也看重后面那两个指标 他的这个广告价值 就是客户留存这一块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 其实决策过程确实很长 它是一个反复很长纠结的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就是留给他的空间 就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中 这就是他的价值 就是从开始研究这个车 到最后决定要买这个车 中间四个月或者说更长的时间 我觉得他迎在了天然的优势上 那么在这里面 他可以玩的东西就很多了 而且在这个领域 他干的是一个红海 红海中的蓝海 所以我会去投他 但是如果他是他 我就all in 但他不是他 那我就给一半吧 200万 对 给一半吧 你要找一个好的CEO才行 他不是CEO的问题 就是我不都 我不一定确定 他能不能做成这件事 但是我觉得这个逻辑上是对的 但是我真的是 我完全同意在座的各位观点 人是最重要的 对 我要求你们三分钟 我就看在最短时间 其实理论上来说 应该给你一分钟 对 那么长时间你都说不清楚自己的事 那说明你根本没想明白 好吧 对 这就我的主意 在节目现场的虚拟投资环节 两位创业者各拿到300万的投资金额 巧的是 在现实中 两位也同样都在A轮拿到了1000万的投资款 我们的投资人眼光果然厉害啊 然而主持人洛欣却又给大家出了一道难题 那么既然投了你们要做出这些选择 听了我们的不同的投资人他们的评判 如果你真的要在A轮当中选择一个更好的投资者 你认为哪个投资者更适合你 你会选择谁 两位创业者究竟会如何选择呢 答案稍后揭晓 所以做投资横帽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去学习的过程啊 我有收获 我相信看我们的节目的观众也一定会有收获 好 目前看起来除了我们这个老张同志跟老扎同志 两人确实都没投啊 剩下的四位其实都投了 那么既然投了你们要做出这些选择 听了我们的不同的投资人 我们的评判 如果你真的要在A轮当中选择一个更好的投资者 你认为哪个投资者更适合你这个企业 你会选择谁 请你们把你们手里的这个大王给拿出来 由他来做选择 我觉得可能还是选择就是年轻一点的 因为其实对我来说 因为我这个事情就是天生的 刚才各位说的都对 其实我选择赛道的空间很小 就是我的规模化一直是我自己也是在研究到底怎么样去规模化 怎么样去做大 但是这一块我可能更希望一个就是大一点的机构 因为机构的投资人会比个人的投资人他追求回报 追求退出的可能耐心会更久一点 因为我确实觉得我这个行业是能赚钱的 而且现在也在赚钱了 但是可能希望投资人会更长远的给我一些耐心去把这件事情做成 可是你竟然选择李豪军先生 你没有选择何一斌先生 他刚才说了 他的联联会这个公司 他是马云的当时的这个合伙人 而他已经有足够的网络 他除了李豪军先生投了你 他还投了投了这些人家的 他这个他有一个误区 他就是说机构投资人比个人投资人更有耐心 这个不对的 其实机构投资人比个人投资人更没耐心 因为我投的是我的钱 我没压力 他们机构投资是要退出的 要不你重新来一次 所以 对这里就有问题 其实你看他上来有一个问题 他一个问题都没问 其实他对这几个人的优势根本不了解 这个就是凭感觉选择 机构投资的话他有周期的 在说明他在做决策的时候 他该退的话他必须要退的 个人的话他的忍耐力会比机构强 一开始我就说了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人 就像很会跟董明珠一样 好 这也是 好 没啥 人家讲 人的这个理性高低跟选择多少成正比 好 现在给我们这个薛振一个机会了 两家企业都选了你 一个是李豪军先生 他还有一张牌 还有一位是少男先生 来 请你选择一下 你选之前你等一下 我给 第一 我告诉你 你不要搞平衡 因为他有人选了 我没人选 你不要搞平衡 第二 你可以任何一家都不选 对 这是你的权利 对 OK 那我还是选少男先生 那好吧 说是理由 对 少男先生可一点 他并不看好你 他看好你这个行业 但他并不看好你这个个人 对 你为什么还要愿意选 如果我要偷偷 我天天在他朋友后面要try他 因为我选少男先生 我最看重的 其实他看懂这个行业 以及我们所做的这个模式 就是说这事靠谱呢 确实是靠谱 然后第二个点呢 就是我其实想为自己说这话 您觉得我不适合做这个事情 但是相反我是认为 我恰恰是很适合做这个事情的 因为刚才也有讲到 汽车的消费呢 它不是一个短周期的 就是一蹴而就 门放在这里 球放在这里 你过去大力一脚抽 就能把球抽进去的东西 这种行业 四个月的长周期 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需求点 甚至于是很多的阳点 很低频的需求 这个东西是需要有耐心的人去做的 我能补充一下吧 来 张老师 我虽然没有投 但是我一直在观察人 小怪呢 过来以后呢 心神不定了 由于不决的到底抽哪个 然后抽了一张座 找到一个理由是年轻 其实他也不知道 到底谁最年轻 对吧 这一点平凡先生刚才说的一句话 因为他来哪个都没有问过问题 其实薛总呢 前面的表现不是太好 是 是 是 对吧 很紧张 后来也给你警告了 你不一定要选我的 我骂了你很多人了 他反而选了汤奥林 我觉得他后来的表现反而好 他挑战者 他有自信心 他这个是慢慢慢慢上来的 对 而小怪呢是 直发直说不好意思啊 就慢慢慢慢慢慢 越来越暴露 所以我们呢 跟创业者的沟通啊 需要有过程 并不是一上来就好 对 过程当中会表现出来 我觉得你最后的选择是对的 那么扎兄 要不你跟一柱吧 对 对 好 给你 好 好 白转了 白转了 我觉得虽然我们起的名字叫谁能超越BAT 但其实我们也发现这个企业的所有模式是试出来的 有人愿意去试 所以没有一个现场的模式 第二我们也不以超越BAT 你自己作为一个企业的最终的追求和目标 否则的话 你就是为大而大 对 而不是为了给这个社会相应的回报 对社会有哪些作用 真正好的投资人是理智的 他更愿意用他们的方式来助力每一个企业 能向前发展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呢 我相信收看我们这期的风暴点 一定是受益匪浅 因为就是你花多少钱 也买不来的生物一趟 我们再次感谢两位企业家 也感谢我们所有投资人 我们感谢所有的观众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登场